娘亲,你真的不会再打我们了吧? 敏感的沈志书僵硬地蜷缩在乔景丸的怀里,说的话也是忐忑不安。 这样的娘亲真的非常陌生。 那是当然了,咱们拉钩,好不好? 只要娘亲没有理由地责罚你们,就让我的牙齿全部掉光,和村里的王奶奶一样,什么好吃的都吃不到。 小孩子炖美食的渴望,一点也不比大人对金钱的欲望少。 听说啊,自家娘亲可以说出如此严重的誓言,沈志书才慢慢地接受了乔景丸的善意。 嗯,拉钩,上钓,一百年不许变,谁变谁是小花猫。 一大一小两个人的约定落下,沈志书僵硬的身体才慢慢地柔软下来。 娘,今天村里的孩子们都羡慕坏了,他们说,娘亲你真聪明,能够想到这么好的办法来抓鸟。 沈志书长这么大,还第一次这么臭屁呢,都恨不得在村子里横着走,要不是姐姐拦着,还准备来个绕村一周呢。 哼,我偷偷跟你说啊,其实那个抓鸟的方子啊,不过是一点点的莫为计法,娘亲厉害的,还没有展现出来呢。 日后你和姐姐在村里啊,定然都是风云人物,想怎么嘚瑟都行。 乔景文知道,村里有些熊孩子喜欢捉弄沈志书良姐弟,什么不甘不尽的话都说得出口,以前自己不在意就算了,如今,他乔景文成了他们的娘亲,再听到一句不好听的话,自己才不会看着他们是孩子去放弃教训呢。 就现在,自己这魂不练的名声,还有庞大的体格子,一屁股可以做到三个。 我的娘亲最厉害了。 沈志书今天可是高兴坏了,抱着乔景文不松手,很快就睡过去了。